去弄泡面 那你现在针对这些机师 你是不是觉得说 大家是国人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你要去检讨一下 所有防疫旅馆的SOP 我觉得这次疫情 感觉比上次部桃还要严重 我觉得比较严重 因为上次部桃 虽然感觉也蛮多人染疫 但是他那个传播链 其实追的还蛮清楚的 最近都讲到隐形传播链 这次就是你根本追不到源头 然后到底谁传染 给谁现在搞不太清楚啊 然后第二就是那个 诺福特 诺福特 诺福特饭店 它是一个防疫旅馆 防疫旅馆爆发疫情 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恐怖吗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 这是这个问题 这是这个莫名其妙 防疫旅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旅馆 就是怕你在外面乱跑 传染给别人 不要在家里传染给家人 今天是确诊一个主管 那主管他每个房间搞不好 都爬爬罩啊摸来摸去啊 那这个主管会不会传染给别人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个进去进住的机师 他有没有遵守防疫的规定 我记得之前 那个防疫东西很严格啊 好像有一个忘记是印尼 还是越南的一个移工啊 他出房门八秒钟 被镜头拍到就罚好像十万块 对对对 去弄泡面就是 那你现在针对这些机师 你是不是觉得说 哎呀大家是国人啊 在这一只眼闭一只眼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你要去检讨一下 所有防疫旅馆的SOP 否则的话让大家觉得 住进防疫旅馆都不放心 防疫就是战争啦 所以我觉得防疫件事实上 没有分中央跟地方 那中央因为疫调 其实本来就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当这个指挥中心 没有再清楚确定 到底染疫的范围 你去直接去跟地方做分享 其实有时候就会变成 是一种错误资讯的传播 就像当初像许小熙议员 在台北市 他也曾经有去报导说 这个松山区域 然后怎么爬爬造的 这个踪跡啊等等 那其实这种都会造成 这种谣言 或是大家不可避免的人心恐慌 那当然重要疫情指挥中心 还是要以稳定人心 然后确认每一个染疫的状况 他才去跟地方做一个通报 我认为才是相对 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不然只会造成恐慌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国家 整体的防疫的机制 并不是什么太正面的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疫苗 现在确实在台湾 真的打得有点慢 那在整个时间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批进来 第一批还没打完 第二批19万剂又进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所谓的保存期限的这个状况 那目前公费疫苗的施打的这个顺位 是来到第六顺位 但目前看起来施打的状况 还是没有这么的普遍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也许疫情指挥中心 第一它是不是可以再加速 去扩大这个公费疫苗的规模 放宽这个施打的这个人的这个类型 是不是可以加速就是整体疫苗的推广 我觉得中央说你地方就只是负责通报 你的工作就负责通报 那有怎么样的公布还有沟通 是我们中央的来决定的事情 然后而且要台北市政府不要太不满 我觉得态度就不是太好 因为刚刚大家都认同嘛 就防疫是中央跟地方一起的作战 那既然你我是战友 那看起来不太会有上对下的这种关系 应该是通力合作 那如果中央要定调说 你地方就负责只负责通报 那要怎么样公布跟沟通是我中央的事情 听起来没有任何的协商沟通的空间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像是 要把你我当成战友 不分彼此一起作战的味道 那现在当务之急还是一样 今天最我觉得代制比较大条的 应该是诺富特 因为他作为这个过境旅馆 今天才隔离清空 可是过去这段时间 静静出处的人不在少数 那要怎么样去一一的做厘清 希望这个断点断在诺富特 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一个大工程 OK